今天做一道香噴噴的烤豆腐 年夜饭上来这么一道素材 保证比大鱼大肉还强瘦 先来准备调料 小半勺花椒粉 小半勺紫然粉 小半勺麻辣鲜 适量的盐 适量的辣椒粉 具体的用量要根据个人的口味 以及豆腐的多少来定 另外用一个小碗加入小半勺蚝油 和两勺生抽 搅拌均匀 先放一旁 烤箱的底部和边缘都铺上锡纸 锡纸的底部先刷一层食用油 将之前准备好的干料薄薄的撒上一层 这样放调料别的省事 就不用一片一片的刷 两块豆腐提前晾干水分 切成大约一厘米左右厚的片状 直接铺在烤盘 底部就不用再刷调料 表面再撒上薄薄一层就可以了 尽量均匀一点 然后是生抽蚝油混合的酱料 刷子不要碰到豆腐上面 不然会把之前撒好的调料弄乱 最后撒上一层食用油 刷子同样不要碰豆腐 隔空甩上一些就好 然后放烤箱 上下管200度烤半小时左右 这个时候切上一把葱花 一会撒豆腐表面 放入烤箱 这是30分钟的状态 喜欢嫩滑口感的 烤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这是40分钟的状态 表皮微焦有一点点脆 撒上葱花 再撒点油上去 最后进烤箱烤两分钟就可以了 好香啊 有没有诱惑到你 鲜香入味 做法简单 喜欢一定记得试试 谢谢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转发和关注哦 下期视频见